那排浪没有人 昨晚早晨接早晨起早上文昌去 晚上一宿没睡好 醒了好几遍的 就怕早晨起不来 误了火车 定闹铃还不会 高手机定闹铃也不会定 反正一会儿醒一遍 一会儿醒一遍 早晨五点多钟 后来就不敢睡了 怕睡过站 我现在三亚凤凰机场高水站 等车去文昌 看今天下午三点 天中三号火箭发生了 这里温昌挺近 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当天去当天能回来 各位领色 海南环岛高水很方便 坐上好像是四站地 我是在凤凰机场站上的 然后下一站是三亚站 再下一站是零水站 再下一站是万宁 万宁过去之后是穷海 看现在这个路边这个田地 还焦绿的 这海南这个 这个四野也挺漂亮的 绿树红花的 看到蓝天白云 这来车上来卖水的了 完了一个小姑娘卖那叫什么 今天过来大家一到两分钟的休息 这个豆这个奶豆啊 我也经不住他说 我买了四袋 我不好拿 他说给我寄回来 说是骆驼奶做的奶豆 五十块钱两袋 今天搞活动 平时是五十块钱一袋 完了我就圈了我 后来我买了四袋一百块钱 高温信记上我给他钱了 干着农村房子 老房子 到农村果车站这些魔敌就多了 我现在是在这个温昌出站口的 这三轮车摩托车都挺多的 有打车的到龙楼镇是五十块钱一个人 但是我想还是坐公交车吧 因为有一个人可能坐公交车更安全一些 有时候在外地一个人嘛 不敢说随便坐出租车上 那个车是到龙楼的 这是温昌高铁站 上来了 到龙楼啊 骑水湾怎么走 到龙楼 再打车就到骑水湾了是吧 好谢谢啊 这小客车没几个人 连我一共加一起 好像才四个都五个乘客 我以为今天这个得老多少了呢 十块钱车票 到龙楼镇 大多数都是开车的 路上车都 看这个海南这个建筑 温昌这个地方的建筑 防古建筑 还有一大片那个 灰色那个牛 等我拿出手机过了 没照上 就龙楼镇了 前面路就有点堵了 完了司机呢 就是只从村子里穿过去的 不知道这个家家这个门口 这些绿色的树啊 都垂下了老长了 只打那窗车窗玻璃 这是村子 海南民居车走的快 没拍下来 我先看看这个农村什么样 给大家看一下 朋友们好 我现在到龙楼镇了 一下午三点钟 火箭发射 还有几个小时时间 现在是12点多 我想我这找个小饭店吃个饭 吃个文仓鸡 文仓鸡不是最有名的吗 吃完饭养足精神 然后下午去拍火箭 店铺摆桌吧 这有一家文仓柴火机 去看看 感觉好像是个老店 这里边人太多了 人也不少 服务员也是忙乱 顾不得招呼 我自己找座做 这家店应该是做的地方 老店来看 感觉都是大份的 都的一桌一桌吃饭 我一个人可能够像 不行 他出去找我快餐吧 算了 别吃了 吃不了都浪费了 这个家人不行 太忙乱了 吃不上 算了我还出去找 到这这样好 都不用打电道 就跟着驴子这个道走就行 这人捞一捞的 还有车 车最多的地方 肯定是去往发车场的地方 我走了两家饭店的 都没吃上饭 人太多乱 然后点菜也不知道怎么点 还有一个全是大份的 我也吃不了 我就算了 我就走到哪块 吃点什么快餐啥的了 椰子多钱一个 13 来到这家又没吃上 没有店了 做不了了 这吃饭还挺费劲的 就想吃尝尝这个文仓鸡 在这里看看 茶园大牌的 这里倒挺热的 找了吧 你也不知道在哪点餐 门口的牌子没有人 在这点餐吗 在这点吗 来个豹汁蜂蜜 来一个 什么吃点 没吃过的 这张毛的 找了半天没找到点餐在哪 来一碗 可以 然后两个 不用搭 不用搭配搭包 来一个那个 再来一个 这个 那下面的 别要的 就有那个了 给我来一个 那还有什么 就只有这些了 还没有好 不得行 点的这个 一碗二十四 这个点子做的好吃 酥皮的 可地道了 味道好 我以为是 那个什么 馅子呢 鸡翠骨 这后院还好几 好几十张多